11月12日是张智琳袁永怡儿子张慕彤的15岁生日 13日他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庆生现场照 并许下生日愿望 blowing out candles the covid free way 希望没有病毒 这样一家三口不用两地分居 小小少年真的好友爱 视频中 15岁的张慕彤罕见脱下口罩露出了正脸 大方公开帅气正脸 偏偏少年留着一头卷发 穿着一件深色上衣 搭配宽松的运动裤 如同他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一样打扮得十分休闲 即便画面不算清晰 也能看出他的皮肤非常白皙 五官特别立体 此外他还拥有一个尖尖的下巴 再加上一头极具时尚感的卷发 与爸爸格外审似 怎么看都是一个高颜值的小鲜肉 完全不输给当红的男团偶像 甚至还有网友认为他的颜值已经超过张志林 虽然父母不在身边 但张慕彤一点都不寂寞 不仅有许多小伙伴陪着他一起过生日 庆生现场还不时能听见不少女生为他演唱生日歌 场面十分热闹 事实上 张慕彤生日当天 袁永怡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他小时候的照片 并祝福他生日快乐 健康平安 还是一个小婴儿的张慕彤 对着镜头开心的眨眼wink 看上去特别可爱 其实张慕彤小时候就有不少广告商找上门来 希望他能出镜 但是都被袁永怡和张志林拒绝了 因为他们希望儿子能拥有一个平静快乐的童年生活 2016年张志林一家三口去马尔代夫度假 魔童站在泳池中的水沙发上 转身正对镜头 那时候的魔童就是个帅气的小男孩 笑起来让人瞬间心情愉悦 殊不知五年后他的身高猛长 几乎赶超父母 颜值不可小觑 之前袁永怡晒出袁永怡父子的背影照 两人相处仿若兄弟 如今张慕彤现在大方晒出庆生正脸罩 曝光了自己帅气的脸庞 并不避计公开生活动态 祝福小小少年健康快乐成长